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鱼游利记,我是小鱼 今天想带大家看一看TPS,也就是Terminal Buspadu Satan,到底里面长什么样子 在影片的最后也会教导大家如何使用这个TPS的APP去购买线上的巴士车票 通过GPS或者是Google Map都能够找到很多方式进入TPS 而小鱼在这里就建议大家根据这个蓝色的路线图进入TPS的大厅 TPS大厅就在三楼,所以通过这个路线可以直接下车,然后到达收票处 TPS的大门分为Gate A,Gate B和Gate C 转进来直接能够到达Gate A,只走就能够到达Gate B和Gate C 小鱼在这里也建议大家直接在Gate C下车 因为Gate C能够直接通往收票处以及等候大厅 从Gate C走进来,左边就会有我们的线下的收票处 而在我们的右边,会有这个线上的对票处 在大厅的最左端就会有自动收票机 如果大家是色恐人士,可以直接在收票机购买你们想要的巴士车票 小鱼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就是使用线上的收票方式去购买你们的巴士车票 就能够避免在线下收票处的长龙 在线上购买巴士车票的朋友们只需要在巴士出发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到达TBS 然后在对票处去兑换你们的实体车票 在收票大厅会有两个大萤幕显示当天所有的巴士饭吃的状况 如果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在客服会台去进行询问 TBS 里设有很多的告示牌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会在里面迷路 现在看到的就是入境大厅 我们往回走 然后上垫幅梯就能够到达4楼的餐饮区 如果不想太早进入离境大厅的可以在旁边的桌椅稍坐休息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收票大厅的大萤幕显示的巴士饭吃 只需要在巴士出发前的半小时 通过手扶梯下方到达离境大厅去等候就可以了 大家只需要跟着自己车票上相应的出口去等候就可以了 在巴士到达到巴士到达mud 在巴士到达那时就会有站长去报告 大家有秩序的排队 然后拿着你的票上巴士就可以了 中青草 另外到TBS的朋友就会在这个入境大厅下车 大家只需要沿着送付梯 上到三楼的售票大厅就能够离开 现在就教大家如何通过TBSAPP去购买线上的巴士车票 首先打开你的应用商店并且下载TBS的APP 打开应用程序过后你会看到 当天所有的巴士即将出发和即将到达的时间点 接下来大家就在Buy Ticket的选项中 首先选择日期 你要出发的地点 和你要到达的目的地 接下来你就可以根据你所要出发的时间点 去选择你要的巴士班次 以及巴士的公司 再来就选择你要的座位 并且进行付款就可以了 使用TBSAPP购买线上票的好处 就是你只需要在进入TBS 离境大厅的时候显示你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兑换任何的实体票 好啦小鱼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记得点赞分享 并且关注小鱼有利记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小鱼进行互动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